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27日星期六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科興疫苗的第二針 昨天正式開打 但情況未如理想 因為在上個月26日 科興疫苗第一針接種的時候 明明當日有6000人去打針 不過去到昨天 舊期打第二針 應該有6000人左右 但截至到昨晚8點 過去24小時內 只有5100人 接種了科興第二針 換言之 有900人脫了底 放飛機 這個比率大概是15% 也不是不誇張 100人當中走了15件 只不過 在剩下的8成半的藍絲當中 有不少對科興 寄予了無限的希望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那麼有勇氣的藍絲 昨天 在打完科興的第二針後 如何講述他們的感受 其中一名就是患有長期病患的67歲 藍絲 他宣稱 昨天打完科興第二針後 感覺良好 還說護士手勢很好 哈哈哈哈哈 到底 你打什麼呀 這個藍絲 只是打針 怎知道護士手勢很好 他到底打了什麼呢 這個藍絲還說 那時候護士跟他打 他還說 以物你打完了 打完也不覺得 他說的東西似乎有言外之音 哈哈哈 打完也不覺得 是你太虧 這一名藍絲還說 他自己是有心臟病 需要長期服飾藥物 因此打針前 都有問過醫生 他認為 科興比起服必泰 就有較少的副作用 他還說 雖然看到近日的事故 有所擔心 但是他就覺得 一切要隨遇而安 不需要太過緊張 香港醫學昌明 相信醫管局一定會處理好 不相信有什麼特別問題 其實他這種 樂天之命的心態 就不是說他一個藍絲 是這麼想的 其實很多藍絲 都是跟他分享同一種的理念 但是 既然你都覺得隨遇而安 不需要太緊張 其實是跟打疫苗這件事本身有矛盾的嘛 因為你就是要 不想隨遇而安 不想中招 所以你才要去打針 因為你緊張這個武肺 所以去打針 你不是的 你隨遇而安 那麼用來打嗎 是不是呢 中了都未必死的 而且他還說香港醫學昌明 醫管局會處理好 事實上這個武肺的死亡率是很低的 對不對 那麼你打來幹什麼呢 我真的不明白 這種心態其實跟打疫苗的行為本身是有衝突的 另外有一名75歲的藍絲就說 他打完第一針之後 沒有任何不適 他還說 看他今天那麼準時去打第二針 就知道沒什麼擔心 他還說 日前 出事的人 只不過是自己不幸運 他就完全不害怕 也沒有想過要脫底 這是他的個人選擇 另一個在昨天打第一針科興的 藍絲亞伯就說 為什麼在出現了那麼多事之後 他仍然要打科興呢 因為不是選一就選二的了 由於他對於祖國有信心 所以就選科興了 他還說 日日都有人死的啦 不打針都有人死的 這些真的是 視死如歸 好東西 勇者無懼 他認為日日都有人死的啦 不打針都有人死的 那就打針都有人死啦 不過 跟打疫苗沒有因果關係而已 但是既然他有這樣的心態 為什麼他還要去打針呢 我又不明白了 天天都有人死的啦 還有些種武肺 有些是自然死亡 那打來幹什麼 這些也是很搞笑的 說法來的 當然他們有一個政治立場 就是說 他們要撐國產的疫苗 但是他們說這些東西 其實是推銷不了科興的 因為他自己都說了 天天都有人死的啦 現在種武肺的死亡率已經很低了 已經去到 還打來幹什麼呢 你打疫苗 無非就是為了防武肺 或者當中了武肺之後 病徵是可以減輕的 既然你都覺得 天天都有人死的啦 那打來幹什麼 真是很難理解的 藍絲的邏輯 還有一名藍絲 昨天打完第一針之後 在現場狂鬧採訪他的記者 他就說他的記者 科興有什麼事故 你說有什麼事故 天天都有人死的啦 你都會病的 那又真是不太理解這些藍絲啦 既然把生死觀看得這麼淡然的時候 為什麼還要去打疫苗呢 你打疫苗本身是用來防治病毒的 難道打來真的當是政治表態用呀 我們看看昨天打針的情況是怎樣 昨天有8500人打了第一針 另外5100人打第二針 其實是用不盡名額的 而且每天預約了去打針的人當中 都有不少人是脫底 所以這個接種情況當然就不理想啦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就認為 接種計劃進展就不算慢 但是他個人就覺得不夠快 也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不慢就慢啦 是不是呢 事實上就是慢嘛 因為現在搞了這麼久 只有43萬市民打了第一針而已 相比起其他地方來說 那個接種情況當然為之慢啦 因為你不是不夠貨嘛 在夠貨的情況下都打得這麼慢 只是你去不了貨而已 為什麼去不了貨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買了科興的市民 不想去打 而且你 有一天復必太來老貨的時候 現在無厘頭又說包裝瓶蓋有瑕疵 不知道搞了去哪裡 還說要去調查 那麼聶德權就說什麼呢 他說我希望這個復星盡快完成調查 如果沒有系統性問題 而且現有的批設沒有安全和質素問題 就要了解一下什麼時候可以恢復接種 如果有需要 就要在德國再運身一批來香港 那就糟了不知道搞了多久了 所以你說 那個接種計劃 不算慢但是不夠快 那麼你問一下自己為什麼 還有一件事就是 特區政府和那群建制派 他們以為做完那個打針show之後 就能夠催谷得到市民去打針 然後就當自己完成任務 難怪田飛龍會說那些建制派是忠誠的廢物 哪有批評錯呢 你作為一班建制派的議員也好 政客也好 現在他們首要做的事 當然是在社區裡面廣泛宣傳疫苗的效用 而且積極地動員街坊打針 這樣才顯得你在社區裡面有存在 現在不是的 好像 那個下區議會議席沒有了之後 就不做事 整班人是 那個議席有什麼那麼厲害 你這班人過去做了那麼多年 第一 積落了不少資源 第二 就是本身 這班人都會有地區網絡 為什麼不在社區組織的人去打針 是不是 你只是想著做完一場show 然後在打針場地自拍擺上Facebook 就為之完成任務 不乖得田飛龍說這些忠誠的廢物 別人是沒有說錯真是廢物 因為他們去擺什麼街站 又說收到二百多萬的簽名是支持修改選舉制度 我不會質疑你有水分的 更顯得你們在動員民眾打疫苗那裡是做得完全不夠了 你截至昨天只有那二十七萬八千人打科興 十五萬一千人打復必大 但是不要說了 你不宣傳的人都會去打的 但是科興那裡 只有二十七萬八千人 簽名也說有二百萬人 另外那一百七萬去了哪裡 數字是不是這樣計算 就算說藍絲 你去投票那些藍絲也有百多萬人 不去打的 然後那些忠誠的廢物 你又不能動員民眾去打的 你就造成在數字上那麼落後 這班人是有責任去做事的 就算你說現在 沒有了區議會的議席 遲些你也有了 現在這班人也做不長了 有些是DQ 有些是出事 有些就是 意興南山不做 你遲了也能取得回位 問題就是 就算似乎被你取得回位 你也動員不到民眾去打針 那你有什麼作用呢 是不是養著一班人不知道在做什麼呢 那些建制派最厲害就是 反對派的那些人不做實事的 一邊只會喊口號 現在看來 你這班建制派的辦事能力又是這麼頑皮 是不是 你不要說別人了 你自己也一樣只會喊外國口號 喊完之後 一些實際的事情都做不到 只是推動民眾去打科興 你也失敗了 是不是 27.8萬 如果你一天可以 推動到上萬五人去打科興 就說你厲害了 你行不行 是不是 全港那麼多地區衛星組織 不知道在做什麼 整班人 田飛龍有說錯嗎 沒有說錯的 他的評價是很客觀的 我認為 特區政府日前就宣佈了 第二批總共100萬針的科興疫苗 已經混抵了香港了 這樣就認真是搞笑了 第一批科興疫苗都還沒打完 第二批就已經來頭 豈不是傳貨越積越多 那你說是不是那群忠誠的廢物 是有一個責任來幫忙去貨 如果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到 就不要怪自己會被那些撈佬取代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